這是我祖園 我們認為最有意義的角落是 那個祭祀 就是平谷祖人世世代代祭祀的阿力祖 阿力祖就是那個 台灣平谷祖的那個祖籬 就是西拉雅祖的祖籬 然後他們會在3月29的清晨 就是他的生日的時候 準備酒跟那個檳榔 然後一起祭拜 那個這三種圖片中的這三種會塑化的布 圖片中這三種會塑化的布 有第一種是那種閩南組 閩南組就是中間那個紅色的 有點紅色的那個 他的紅色的布就是台語的那種紅花的布 就是以前那種五六年代那種大紅花鮮豔的那種 大紅花的那種顏色 然後第二種是 是那個原住民的 原住民是用那個採那個採那個野生的杜麻 然後加一些其他的那個材料 然後去製造 然後要增加他的野生 他又採用那個植物跟礦物去給他增加色彩 這個是我們認為周遭最感動與最推薦的人事物 那我們第一張看到的是孔廟 那從以前到現在就是會有個習慣 就可能在考試前都會去拜拜 然後求個平安求個心安這樣子 然後我們推薦這個原因是因為孔廟裡面還有很多值得我們學習的東西 他裡面還有一些書法跟樂器等等 那接下來這一張是窄門 然後窄門是那個房子跟房子之間的小巷弄 他的寬度大概只有37到40公分 那由於就是他很窄 然後所以我們就對他產生了好奇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去試試看我們走不走得過去 那有些人走得過去 有些人就卡住了 就變成進不去的窄門 對 然後 那接下來是我們整組最酷最美的團體照 那因為我們現在已經大三了 那現在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腳步跟生活 然後就是很少有時間 就是大家可以像這樣子一起出門去逛逛 那我們就是藉由這次的機會 拍下了我們最有氣質跟活潑的一面 然後就是這一張呢 是我們進去窄門之後 然後就是要爬上那個窄門咖啡的那個樓梯 然後那裡也是很窄 就是我們是透過窄門 已經經過窄門了 然後就是這一張就是可以證明我們是很瘦的 對 好 那我們的報告到此 我們是說的 嘗嘗